這 2021 年的開年實在是太刺激了 手機廠商們 你方唱吧 我登場 前伏後繼 完全不給我們一點喘息的空間 這台小米 10S 的發布 估計很多人都跟我一樣 砍的一臉懵B 不是說好的月底發小米 11 超大杯的嗎 而且 K40 系列也剛發完沒多久 怎麼突然中間又殺出來一台小米 10S 而且發布會也就開了 15 分鐘 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我點開小米 10S 的配置表 看了一下 對比小米 10 和小米 11 10S 的 SoC 是驍龍8 氣 很明顯 是一款精準的補位之作 在對比同級價位的 K40 Pro Plus 雖然相機 電池和揚聲器 明顯小米 10S 更能打 外觀上 高級感也會強一點 不過 K40 Pro Plus 的屏幕和 SoC 既高一抽 實際使用中 兩者整體體驗會有點難分多重 這個時候的選擇 其實就能精準的體現出 小米和 Redmi 這兩個品牌 在不同消費者心中的極差 來波彈幕 把你們的公屏打在選擇上 因為這台小米 10S 其實和小米 10 的內部結構基本差不多 所以今天還是讓老王來操刀 以後手機這塊的拆解過程部分 我都交給老王 我自己今年打算多拆點稀奇古怪的東西 放心 少兒都宜他 第一步 關機後取出卡托 卡托位於機身底部 雙 NanoSIM 設計 水平放置 卡托材質為塑料加金屬 內側有防塵防水的膠圈 第二步 拆卸後蓋 常規的三明治結構 直接從後蓋入手 在加熱墊上 90摄氏度加熱三分鐘後 用吸盤在底部 艱難的拉開一條縫隙 然後插入拆機片 滑開底部 再沿四周滑開 底部和頂部 還能明顯感受到阻力 小心分離後蓋 後蓋四周都有粘膠 頂部和底部以及後蓋的開孔四周 也都有額外的粘膠固定 中間有大面積的緩衝泡面覆蓋 第三步 拆卸主板 這個布局也是四層相似 和小米10的布局一致 左側為主板與後蓋模組 右側為電池 後蓋模組有單獨的保護蓋 旁邊為NFC線圈 下方為無線重疊線圈 整塊散熱膜 從上揚聲器一直貫穿覆蓋到下揚聲器 先來拆鏡頭保護蓋板 卸下固定蓋板的三顆螺絲 掀開蓋板 發現背面有排線與主板相連 排線對應的是閃光燈 撕開粘在上下揚聲器的散熱膜 自右向左翻開 發現主板蓋板上還有散熱銅膜覆蓋 卸下固定主板蓋板的七顆螺絲 取出主板蓋板 與小米11 致 蓋板背面沾著副板 主板與副板之間有散熱硅脂覆蓋 副板通過排線與主板連接 將副板與主板蓋板分離 主板蓋板背面有NFC線圈和無線充電線圈的觸點 BTB 對應處有緩衝泡棉覆蓋 繼續挑開閃光燈排線 取出鏡頭保護蓋板 材質為金屬加玻璃 延續了至尊紀念版的設計風格 除景深攝像頭外都有緩衝泡棉覆蓋 景深攝像頭有單獨的防護膠圈保護 閃光燈與後置環境光傳感器的對應位置 還有一塊藍色散熱硅膠覆蓋 挑開電池BTB 斷電 卸下固定攝像頭 BTB 蓋板的兩顆螺絲 取出蓋板 BTB 對應處都有緩衝泡棉覆蓋 接著卸下上下揚聲器的八顆螺絲 可以看到下揚聲器上方固定有一根藍色的銅軸線 挑開銅軸線接口取出下揚聲器 銅軸線一直延伸至背面的天線小板 揚聲器通過觸電與主板相連 對應馬達的位置有緩衝泡棉覆蓋 揚聲器出聲孔內側有防護膠圈 再取出上揚聲器 揚聲器右側為聽筒和前攝 上下揚聲器尺寸基本一致 繼承了小米10的傳統 具體大小看圖 由於前攝BTB 扣在主板的背面 使得前攝只能與主板一起取出 取出主板前要先將前攝挑出再撕開排線 斷開主板與右側天線小板之間連接的BTB 再挑開屏幕的BTB 卸下一顆固定在機身左上角的螺絲 取出蓋板 下方還有一個天線小板 斷開同軸線接口 將同軸線從線槽內取出 斷開邊界的BTB 再卸下一顆固定主板的螺絲 取出主板 可以看到主副板之間不僅有硅脂覆蓋 硅脂下方還有散熱膜 散熱膜下方還有散熱銅膜 一層又一層 再看主板背面 比正面還誇張 主板和後攝模組被散熱銅膜蓋了個嚴嚴實實 取出固定微距攝像頭BTB的蓋板 依次挑開微距廣角主攝景深的BTB 將後攝模組與主板分離 四攝被固定在一個防滾架上 主攝背面還有一塊緩衝泡面 排線也被散熱銅膜覆蓋 後攝詳細的參數大家看圖 取下固定前攝BTB的蓋板 斷開BTB 前攝背面有隔熱膠覆蓋 前攝為2000萬像素 挑開主副板的連接排線 副板同樣有散熱銅膜的覆蓋 與小米10 一致 副板主要負責無線充電和屏幕顯示 SoC 對應位置 還有一片額外的導熱銅板和規矩 環境光傳感器 紅外發射器 上下麥克風直接焊接在主板上 麥克風還有單獨屏蔽罩保護 Type-C 接口內側有防塵防水的膠圈 主板上下兩端 更有一個六角形的PH視指 檢測手機內部進水的情況 4K 散熱銅箔 內部還圖有硅脂 硅脂下方是LPDDR5的RAM 和驍龍870 旁邊是UFS 3.0 的 RAW 再來看中框 中框後攝模組對應處有散熱銅箔和散熱膜 SoC 對應位置有 VC 均熱板和散熱規矩 散熱用料還是不錯的 我們來看一下實際表現 吃雞半小時 全程平均幀率59.5 溫度在37.4摺氏度 小過不錯 原神全程平均53.4摺氏度 溫度在47摺氏度上下 算不上火力全開 但也能保證基本的流暢體驗 主副板 BTB 對應處有緩衝泡面覆蓋 側鍵排線通過觸點與主板連接 側鍵上方有獨立塑料填充鍵保護 機身的頂部左右各有一塊天線小板 頂部麥克風聽筒前攝位置都有緩衝泡面覆蓋 接著從底部跳出 X 軸的線型馬達 具體尺寸看圖 第四步拆電池 傳統的快拆設計 撕開快拆提手 兩邊用力一拉完美取出電池 電池容量為4680mAh 製造商為寧德新能源 電池四周有金屬擋板保護 電池下方為熟悉的超薄屏下指紋模組 整機有兩種共22顆螺絲 眾此歸位 電池四周一 電池格保護 電池機 電池接著 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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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 版本 今年的骁龙 870 很香的 可以說就是去年旗艦 865 的馬甲版 大幅超越了以往同級 SOC 驍龙 765 的性能水準 如果你還在糾結今年到底選哪款高性價比的米系手機 我給你紙條路 追求極致性能 左轉 K40 Pro Plus 追求綜合體驗旗艦質感 右轉小米 10S 就是這麼簡單 好了 視頻就到這裡 不能再多說了 再說下去的話 一個拆解節目的時長 都快超過官方發布會的時間了 多不好意思 最後 重點來了 小米 10S 的鋼化膜和小米 10 是通用的 UV 膜啥都好 就是有點難貼 祝你好運 淘寶搜索 為送印記 我是樓斌 我們 馬上又會見他 過了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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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